F-16或7月抵達烏克蘭 烏克蘭軍方研發新利器 進攻俄羅斯本土 沙地AI基金行政總裁表明立場 如果美國要求願意由中國撤資 長春兩小販惡意跪地叩頭 黑酒城館 台灣總統520就職 日本37名議員將會參加 人數創新高 中共間諜案發酵 歐洲議會議員辦公室被搜查 烏克蘭的導彈襲擊起火 烏克蘭軍在萊曼方向取得優勢 俄軍就佔領了基斯里夫卡 而北約多國承諾提供的美制F-16戰鬥機 最快預計7月就會抵達烏克蘭 介紹會大幅提升烏克蘭的軍事實力 以及防禦能力 烏克蘭本身也不甘示弱 近期研發出射程可以深入俄羅斯領土的國產巡航飛彈 代表烏克蘭軍方擁有新的攻擊俄羅斯利器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表示 在5月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 宣誓就職新一屆總統之際 該機構捕獲了兩名特工 他們為俄羅斯秘密策劃 暗殺烏克蘭總統澤連司機 和其他高級官員 以此作為送給普京的禮物 烏克蘭安全局星期二在社交媒體Telegram說 捕獲的這兩人 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P招募的 烏克蘭國家委隊上校 他們向穆斯坊方面 洩露了機密消息 這兩名特工的任務 是找到一個和烏克蘭總統 委隊關係密切的人 並且要這個人 扣押澤連司機為人質 之後殺害他 但是聲明中沒有說明 陰謀是在什麼時候挫敗的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在Telegram引述局長 馬紐克的說話 他說這次恐怖襲擊本應是 送給普京就職典禮的禮物 但是實際上 就是俄羅斯特工部門的 一次失敗之舉 而北約多國承諾 提供的美制F16戰鬥機 最快預計在7月 就會抵達烏克蘭 騰訊網軍事專欄作者3號TOK發文說 烏克蘭議員透露 北約各國訓練的 烏克蘭F16飛行員返國之後 戰鬥機就會陸續抵達烏克蘭 首批戰鬥機 預計在7月份抵達 這也是俄羅斯最忌諱的武器之一 俄羅斯先前針對這件事發出警告 說北約提供這些戰鬥機 會被俄羅斯視為核武器的載體 在北約針對俄羅斯的主動挑釁 3號TOK認為 F16戰鬥機 是具有高機動性和先進武器系統 能夠顯著提升烏克蘭空軍的作戰能力 對俄羅斯造成巨大威脅 F16戰鬥機 也具有技術方面的優勢 透過先進的航空電子設備 以及武器系統 能夠進行攻擊俄軍的防空系統 進行遠程偵察 或是攻擊地面目標等任務 將會令烏克蘭遭受更大損失 同時 提供F16戰鬥機 也可能會導致北約各國 更深介入烏克蘭戰爭之中 增加整體戰爭的複雜性和敏感性 損害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影響力和利益 與俄羅斯航空太空軍 關係密切的Telegram 帳號 Viterbomer指出 一架SU-34鴨嘴 收前線轟炸機 在別以戈羅德上空損失 其中俄羅斯軍隊頂尖飛行員 熱尼雅和玉洛洛街 在這場飛行中死亡 分析人士認為 如果是引擎出現故障 甚至兩個引擎同時出現故障 飛行員也有足夠時間彈射跳山逃生 真理事實就是 兩名飛行員雙雙死亡 唯一的合理解釋 就是俄羅斯國防部不願意承認有戰機 被烏克蘭軍隊擊落 除了北約軍事援助 7日有消息指 烏克蘭戰略工業部 推出了一種新型遠程海王星飛彈 該飛彈能夠瞄準1,000公里以外的目標 可以直接攻擊到俄羅斯本土 對烏克蘭有很重大作用 即使烏克蘭盟友授權烏克蘭軍隊 使用他們提供的飛彈 瞄準俄羅斯領土 而援助飛彈的數量 也永遠不足 而烏克蘭自然研發出飛彈 便能夠減少對外國援助的依賴 另外 烏克蘭還有其他能夠對俄軍發動攻擊的武器 俄羅斯消息人士說 他們看到烏克蘭海軍無人機 近期安裝空對空飛彈P-60和P-73 X平台推主烏克蘭前線也說 烏克蘭炮兵使用美國155毫米牽引榴彈炮 M777攻擊俄軍 另外據福布斯新聞說 美國國防部 目前正對烏克蘭國防軍最精銳的第47機械化旅 進行全面武器裝備更新升級 包括改裝美製M1戰車 M2步兵戰車和M109榴彈炮 並表示會派北約軍事教官 對該旅進行培訓 第47機械化旅 屬於烏克蘭國防軍 第一支全美製武器裝備 和訓練的精銳部隊 在連續一年的作戰中 損失了200部M2戰車之中的40部 31部M1戰車之中的5部 2023年1月 該旅的坦克兵 曾經熟練感駕駛M2步兵戰車 使用25毫米口徑鏈炮 摧毀了被普京稱為世界最好坦克的 俄軍T-90M主戰坦克 近年來 半導體和人工智能 成為爭奪先進技術領導地位的關鍵 目前美國是這些領域的帶頭人 沙地阿拉伯半導體和人工智能 技術投資基金負責人表示 如果美國要求 該國將會由中國撤資 投資公司Alert的行政總裁 敏毅達表示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要求是 保持製造鏈和供應鏈完全分開 但是如果美國認為我們和中共的夥伴關係 會帶來問題 我們的基金就會由中國撤資 該公司擁有沙地公共投資基金 1,0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據彭博社報導 美國和沙地 正在就一系列國家安全問題 進行談判 作為談判的一部分 美國官員向沙地阿拉伯同行表示 沙地在致力於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同時 需要在中美技術之間作出選擇 敏毅達在加州米爾肯研究所全球會議期間表示 我們正在尋求值得信賴的 安全的美國合作夥伴 美國是我們的第一大合作夥伴 亦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導體行業的第一大市場 沙地積極尋求先進技術的地區領導地位 希望創建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公司 和半導體製造中心 由於擔心沙地和阿拉伯聯合猶長國等國家 可能成為北京獲取美國受保護技術的渠道 美國加強審查中東和中共的關係 作為繼續使用AI應用 提供支持的美國系統的條件 華盛頓已經要求 總部位於亞布澤比的人工智能公司 G42由中國的技術設置 這項協議 為微軟公司向G42投資15億美元曝露 與此同時 敏毅達透露 Alaert公司 將會在6月底宣布 與兩家美國科技公司 建立合作關係 並且將與一家美國投資公司 成為共同投資夥伴 因經濟陷入困境 沙地和北京的關係 似乎搖搖欲墜 沙地王柱 穆罕默德本·薩納曼 正在投資建造一系列大型項目 包括位於該國西北國的 Leon沙漠 號資5,000億美元的 被稱為The Line的未來城市 不過在連續三個季度的經濟萎縮之後 沙地縮減了其中一些項目的工作規模 該項目官員上個月還訪問了北京 上海和香港 希望吸引中方投資者 中國大陸城館早已惡名軟波 近日網上傳出 吉林省長春兩名年輕男子 因為生活所迫 在路邊擺檔 真是被城館驅趕 沒想到兩名男子 相繼向城館人員惡意跪地叩頭 反而嚇到城館脫下制服撤離 網友紛紛議論 這是民眾抵抗中共暴政的新型方式 近日海外社交媒體X平臺 流傳一段影片 5月4日 吉林長春兩男子 因為在路邊擺檔 被城館驅趕後 他們不斷向城館叩頭 爬行大聲喊爹 其中一名男子大喊 我們就在路邊要一口飯吃 我們兩個就是想找一口飯吃 在一條馬路上高 這兩名穿著綠色T恤和黑色T恤的男子 雙室跪地 向一名新村城館制服的男子叩頭 引起不少民眾圍觀 一名新村白衣的年長婦女氣憤地說 給老百姓一條生路得掛 而此其中跪地叩頭的男子說 我沒有生路 我們就在路邊 不讓老百姓吃啊 沒有飯吃啊 你是我爹 你們是人民公博 你們是爹 此時不少圍觀的民眾 也跟著路斥 你們是爹 兩名壯年男子一邊叫爹啊爹啊 給老百姓一條生路 一邊叩頭一邊向前爬 該城館反而不自覺地後退 兩名男子越爬越快 身穿白衣的年長婦女 走上前 拉起黑衣男子 指著城館方向說 城館制服了隨便了 多名圍觀的民眾 也跟著兩個叩頭男子 向著城館方向追上去 這個出乎意料的效果 引起民眾熱烈討論 說今天又出了一部 中國最好的形象宣傳片 網友認為 這是民眾抵抗城館的戰術 明顯反諷那群狗 這是故意的 這些人已經在崩潰邊緣 再欺負他們就要拼命 這會是他們的最後警告 先禮後兵 東北老大爺 叫爹都不行的話 城館就唯有死 還有人說 這兩個人不少東西 城館如果不讓步 下一步至少是腦袋開花 那是威脅 城館都嚇到除了制服走 後面的人都追上去 再不走 然後就要被弄死 也有網友評論 共產黨專制下百姓就好像流矮 東北男子也被五斗米截腰 除了勇敢反抗 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改變他們 什麼時候都不貴 那就有希望了 中華民國准總統賴清德 准副總統蕭美琴 將於5月20日就職 台灣外交部表示 日本國會議員 報名參加慶賀團相當踴躍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37位跨黨派國會議員 將會到台灣 目前慶賀團要訪工作 還持續進行著 外交部將會適時向外界說明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 外交部東亞太平洋司司長南夏禮 以及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副秘書長 陳志任出席例行記者會 陳志任表示 就職典禮 有來自各國的政要到台灣慶賀 包括日本國會議員 地方首長以及民間的友台人士 到台灣參加典禮 表達對台灣的堅定支持 陳志任表示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和蕭美琴副總統當選人 對台灣與日本關係非常重視 在日本政界和民間也有豐富人脈 目前日本國會 正直開始議事期間 國會議員請假出訪並不是很容易 但據我國駐日代表處的掌握 日本國會議員 報名參加520慶賀團相當踴躍 陳志任說 自目前為止 已經有多達37位跨黨派國會議員 預定到台灣出席520慶典 成員當中 包括多位具有擔任國員經驗的嘉賓 人數也創下新高 顯示日方對我國新政府的高度重視 絕對不是部分媒體報導 所謂520日本觀禮團 恐怕沒有高層政要 或者冷落的情況 此外他強調 日本各地方和民間友台團體 將會有高達15團 超過140位嘉賓到台灣表達祝賀 更充分展現日本各界 對我國新政府的友好和支持 隔於目前慶賀團的邀訪工作 和接待準備 仍然持續進行當中 外交部將會適時向外界說明 在德國的中共間諜案 持續發酵 5月7日 德國警方搜查了 歐洲議會大選的首席候選人 德國另類選擇黨議員 拉克的助手 國建的辦公室 之前國建因涉嫌從事中共間諜活動被逮捕 星期二 德國檢察官下令 搜查德國另類選擇黨 歐洲議會首席候選人 赫拉在布魯塞爾 歐洲議會的辦公室 國建被指控 涉嫌多次將歐洲議會的 談判和決策內容 傳遞給中共情報部門 他還被指控 為中共情報部門 監視在德國的中國議員人士 星期二的搜查令 是由德國聯邦檢察官下達的 德國檢察官表示 這些措施 是針對國建涉嫌從事情報人員的訴訟的一部分 當局搜查了赫拉和國建的辦公室 警方在4月22日 對國建在布魯塞爾的一個公寓 進行了搜查 國建在上個月被捕後 赫拉否認自己事先知道 自己的助手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並且說 如果指控屬實 他將會立即解僱國建 赫拉星期二在社交平台X證實 各建辦公室被搜查的事 近日 德國聯邦檢察院還通報 另外有三人 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被逮捕 其中的托馬斯 被指向中共國安部提供服務 試圖獲取德國可用於軍事目的的創新科技 而另外兩人 是在德國杜塞爾多夫 經營公司的伊羅和賀威夫婦 他們為中共國安人員搭路 和德國一間大學 簽訂有關機械組件研究的合作協議 6月初 歐洲議會將會開始選舉 歐盟27個成員國 大約3億7千萬選民 將會參加投票 據美國媒體《政客Politico》報道 到目前為止 克拉並沒有收到任何犯罪指控 但是德國德納斯登市檢察官 已經對他展開初步調查 疑他因擔任歐洲議會議員的工作 而收受俄羅斯和中共的賄賂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